财富投资速度是致性关键 买卖港股美股操作简易 现金妈展账户一言切换 港币、美金、人民币灵活调度 系统优化、界面清晰 全新升级版傅幸通 助理落盘快、狠、准 有傅幸通,投资路上倍轻松 富昌在线,步步领先 各位早晨 昨晚美股星期四全线收跌 三大指数跌幅在1.05%至2.1%之间 早段跌得再强劲 尾段缩窄了 我们来看看标志 香港省务投资者可能看纳资比较多 但去看看整个大市市况 本来说是看标志的 昨晚收了一只脚上来的标志 跌幅缩窄了 变成收了一只脚 虽然收了阴热油粥仍然是阴热 但每次收窄跌幅 然后这样一个V 等于你去看日中的走势 这里可以按到出来 你去看昨晚日中就是这样 整体上仍在这些位置震荡 不是太差 美股星期四收跌 主要指数就延续了前几天的跌势 经济数据令投资者 继续担心 美联储会在更长市价里 维持更高利率 一些华尔街 有些人开始警告 美联储和其他央行会在2023年继续紧缩 可以做空股票和债券 这一个就是对冲基金巨头David Tapper的警告 这个其实我也是比较同意 但这个可能是一个再后期一点 因为一路都在说 一路美联储都在说 不是我说 因为美联储在说 预计终端利率要加到5以上 基准利率应该起码有5 才可以去对应压制 现在这个2%的通胀目标 才有可能 不过呢 如果你去看这些市场利率期货 或者譬如 简单点按 就按十年期未债息 市场其实就还在 刚刚说的那个David Tapper 未必是一个最主流 因为这些 譬如你看十年期未债息 或者看现在 例如期货 你看Fatwash 但这期开始有上升 十年期未债息 那之前呢 其实市场在预期 会是 慢慢地去放缓加息 甚至预计 不用加到5 加到4.8 已经年终掉头减 这是比较乐观的预期 所以如果之后的东西再慢慢出现 可能会有一个反应 因为市场现在想 这一期仍在预计 说放缓加息 这样的预期仍是比较高 昨晚呢 也继续有些震荡 大型科技股普遍下跌 NVIDIA跌超过7% 其他就 Apple、微软、Google都跌超过2% 另外就是车股 基本上就是 全线是暴跌的 通用汽车 Rivian 超微 跌超过5% 安心美 以前有说过 不是最大路 但其实它也是很大规模的半导体公司 跌超过4% AMG还宣布了新融资方案 股价跌超过7% 这期仍在看 TESLA TESLA 基本上就是 其实说了很久 形成了一个大见顶的形势 我们放大来看 刹率再跌多接近9% 股价去到125% 已经是 2020年9月以来最低 因为它怎么计算呢 就有2020年9月 拉出去 9月就在这里 2020年9月以来最低 但是你说下个底 或者有什么重要呢 其实如果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口 那些已经破了好几个了 譬如是283 283 207 然后是186 其实就是形成了一个很大的 像是山 之前我们是一个上波 上向的 现在很明显是一个落波 即是调转了 现在呢 算是市值就一度跌穿了3,900美元 那这期呢 大家市场是 除了关注到Elon Musk的减时之外 还有就是 来近新昨日都说了 新能源车的需求 这个呢 我也不觉得是 是不是Tesla做得不好 市占得下滑 很多的后来竞争者 这个应该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还要是整个环境的问题 那开始又要减产 甚至是要减价 那么Elon Musk 有去活影这件事 他自己的管口也都说 2023年 美国经济会陷入严重衰退 需求会下降 那都很多不同行业的企业 已经是有去承认了 或者预视了这个问题 那因为 也都是公司自己都比较保守 甚至是悲观的预期 不同行业都是因为 这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 就是说需求会下降 那他有去安抚投资者 他说2025年之前 就不会再买Tesla的股票 那基本上就是 其实之前都说过 又说不买 但最后都是卖 那大家今次就信不信他呢 那大家暂时就不是好 说太多定心软了 那变了还是一个下跌之中的 最主要是因为本身Tesla 这期已经是一只刨书大市的股份 那然后昨晚的股市还要跌 那当然就跌得再多个人了 那好吧 大家应该关注港股开市的情况 昨晚中概股多数下跌 那当然特别多的就是车股 那小盘跌超过4% 而纳斯达克中国金龙指数都跌1.05% 所以普遍就不下跌 不过呢 始终来说 我都是觉得不是太差 就是中概股都还是跑赢了美股的 那现在呢 恒生指数都是 今天低开200多点 暂时跌幅都是266点 因为9409点跌幅有1.3% 那成交金额方面 那刚刚开始了 所以只有25亿 那成交亚房上面 其实都没有什么很易动的股份 其实大部分都是很贼幅 那就是山东新华 算是比较移动一点 就是升幅或者跌幅比较多一点 那升回4% 那其实都不是说很移动的 那我们去到广告先 然后回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好 回来节目时间了 那暂时都是和刚才差不多 大市都是跌260多点 那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Chill King On 这个名字有点不同了 今天 1672好不入 1672过例 因为前几天有一个新约 被美国纳入一个规管 承认的一个消息 令到它爆升了上来 急升完街连日回吐 昨天前两人已经两年阴 那今天究竟回吐完尾 算是初步低开高走 我觉得 现在观察先 首先你看日线图 初步在4.25 初半 初半都之前不要立刻入住 最好观察一下 整体上 你可以看本感看半日 如果我们放大一些 究竟突破什么位 有没有明确的位置 可以参考一下小时图 起码力度 令到它重新突破4.93 才比较大机会整固 到时你可以用今天的底做防守 真的明显点 有个力 现在其实是初步 初步揣运 现在可以看一会 最好看一两天 最好看一两天 最好下午很有力 但其实最好 它可以站多几天再上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接着是 拜登和习近平签约增加武器 俄乌战争会是其中一个利担因素 但今年以来一个最大影响的利担因素 其实都继续是美联储加息 现在继续在这方面的因素困扰得比较多 不过我都是这样的看法 就是 因为其实如果你去看 真的要加到多少 我都会觉得明年还是很不明朗 但这一期市去炒上的时候 就想去炒 现在放门加息 因为现在那些 人们不信巴威尔说话 因为他们不理巴威尔说话 因为他们不理巴威尔说话 然后自己想去做很多猜测和联想 而觉得通胀会见顶 所以他们是在一个这样的状态 市场预期和未来的现实未必要一样 市场是在炒现在的市场预期 所以就不 所以短期内会 我不看得太差 Emilio前晚跟着师傅方 买了SQQ50 10个4点操作上下位 我们看一下蠟子期货 蠟100期货 这里就是看 要按一下期货 现在最新跌0.07% 刚刚我们开头节目的时候 就看了标子的期货 不是标子刚刚看过现货 标子和蠟子的方向 大致上都会差不多 不过当然蠟子绝对是一个跑输的指数 所以你要做就做 蠟子比较好一点 点操作50.4 我看看SQQQ 昨晚最新收的位置 因为我这一段 我没有做淡 所以就没有去忙 这一点53.75 你的位置是50.4 在赚一点 可以看立100期货的小时套 首先昨天也有公众问了 要不要当平手走 再早点开 防守应该是1-1-2-8-7 现在不如用新的 近一点防守 10985.8 蠟子淡仓的最近防守 刚才那两个位置 可以看 如果下望多少呢 当然是这个 破底 10432 暂时未破到这个底 就是10月底 不过这个底 其实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是你去看 因为你现在向下 你要逐个阻力推下去 做你的防守 所以现在最近就是 10985.8 转一格是1-1-2-8-7 6-1-8 期货 然后再看 其实市场开出之后 现在都缩窄 跌幅 算是开市后 低开高爪 有100点左右的阳烛 Terry 他在看9901 新东方 升了这么多日 要不要先吃糊 今天跌1% 这个就是极度支超买 极度支超买 我就不会超买 就估计它下 因为很多时候 昨天有 前几天有 朋友在Facebook 留了言给我 就是说保力加通道 那些 很多时候保力加通道 撞顶下的 是一些小回 RSI超买 其实你见过 一个升势里面 会出现好几次 这些会是小回 当然看你自己 部主的长度要看到 多长线 多短线 因为有些人比较短线 也比较着短线的波幅 超买我不会鼓回 不过会被在这些位置买入 一般来说只会这样用 如果你要看到很短线 9901 你可以看小时图 其实它逐级这样上 所以你都可以设定 最短线的防守位 现在其实最短 可以直接用今天的低位 即是三十日 三十日都不穿 就不要说回落 真是再摆远少少 可以29.2 但如果你说究竟 整个升势 如何才叫打破呢 那个位置很远 是很远的 十五 因为是真的升 这一期是真的升了 是有五成的 你说的不是说持久的那些 你真是这个浪已经五成了 所以是会比较远的 即是它回吐回 其实它叫法落回去二十 都只是回到它的 之前的重复距离上升跪 所以你最短线 真是可能一落要立即走那种 你可以参考现在 今早即是做的低位三十日 这个真的 起码你这样 三十日才叫它 开始 开始那些 升浪回调 这样 你可以看这个位置 大家对九九八八 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Astro就觉得要沽 要推 Terry就想买 看看现在最新的情况 其实昨天有个平台颠制那方面的一些利好的讯息 其实近期开始有个 政策的方向是有些不同了 整体 不仅是对于某一边 哪个行业 我觉得其中一个重要的转捏点是 十一月底的时候开始爆发得很厉害 开始意识到一个严谨的防控出现的问题 平台那边昨天也有点利好的 郭常会都说要支持平台经济发展 促进经济进一步回稳向好 你说爸爸 现在是有没有D行什么方向呢 当然是根据大市 大市看法我会是偏好的 短期内都是说反弹 因为你个美联储加 之后要再加息 会不会加到5 那些 可能是市场现在忽略了的东西 可能是在终尝试的东西 短期内 爸爸算是反弹完 11月之后在整固 走一个什么呢 现在最短线 大约在84至87.9 如果是等入的话 可以等收稳87.9以上入 我觉得现在就可以持续了 不如你看今天会不会有力 今天未有力 明天已经放假了 下个星期回来 现在假期的成交细 不过有时的成交细 它也夹到上去 近期波幅算是比较小 所以你可以等它整固完 出一个方向 无论是淡 如果是淡那边 我们试试放大一点 小时图 这个短线区间 82.5至90.8 你向上才埋 做好仓 你向下才做淡仓 你让它走的方向 你让它走的方向 不要估计太多 觉得有很多 太多要倒薄 你让它一个 我一向都是支持一个 纯细操作 所以这些整固就是好事 你让它爆变给你 60.62多头好没有买 我觉得近期这个 都是一个比较看好的板块 短线上来说 我想很多现在都在看短线先 其实现在很多板块 很多股份都是 多头好买 我也有选择 选择520 这个方向买了 9922 其实都可以 整个板块都是 你会发现它们很多时候 都会一起走 因为很多时候是 有时大家都会选择 当然真的要对比 无论你说过 走势上 资金上 基本面都有不同的对比 可以做 但很多时候在同一个行业 也很少会说 一只一定哪只好 如果是一定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他可能 很绝对性的优势 其他那些就已经消失了 所以就 没有说一定 一只好 如果只是短线时机 整体整个行业 都是一起走 可以买的 其实几只都可以 还有 有些都不算太过爆发 整体几只都不算超级 因为有些已经 飞得太远 那些真的不好 这只都可以 曾经有太过急升 其实这也是一个 追爆升股的 一个方法的 一个教学例子 就是急升 急升的时候 就不要追 你让它出现一些回吐 都不要立刻折 不是 它待会真的跟你玩完 那就糟了 回吐完之后再起 这些位置就可以进 为什么呢 第一就是 回吐之后再起 是一个很有支持 很有力量的表现 第二就是 因为你一定要想起 如果 我原来看不合 下去那怎么办 难道一直跟它坐艇 有个近的防守力才好做 现在有个防守力也很近 19.22 上网就22.22 第一关先 这个收视计 今天都很迫近 至于为什么有时 近阻力不买 近阻力又可以呢 有些不同的情况 因为有时近阻力 可能是 已经去到整个大顶了 这样 它撞完之后 懂得回回再起 其实是 波浪的原理 已经是回回再起 冲上去 这样的时候 就破机会比较大 当然你喜欢等 都可以等 但我觉得现在都可以了 最重要就是 防守在这里 摆到近的防守 现在22.02 19.22 距离 大约1成左右 这是一个合理的范围 所以可以了 拉远一点的走势 最近整天在节目上都说 开始看到有不少跌得最残的股票 出现到这件事 就是突破月线图的顶 突破月线图的顶 都不敢说一定是见底 但我觉得比较大机会 有个大一点的反弹浪才做 就算不是见底 我不会拼那些 可能急船一天 之后不知道会不会下来 起码有个大一点的行程 就是大一点的方向出来 这个月线图顶是21.3 亦都是最近突破的 其实整个板法都是 会觉得是一个 现在在政策刺激下 股值收复的一个行程 时间就差不多 市跌101点 拉布19577点 开始跌幅缩窄 个别股份也开始转回声 我们节目时间到这里 有点淡杀的问题 我们终不再来谈 到时见 拜拜